需求是这样 第一个按下之后全部合并过来 然后可以清除 大概就这两个功能 可是如果说我今天想要变化一下 因为按下之后复制过来的东西全部合并 但是中间我希望插入一个是工作表的名称 比如说我这边清除掉之后 我希望的结果是这样 按下去之后的话 先插入一个什么呢 一个月份的名称 然后底下的资料呢 就全部都是一月份 这个就二月份的资料 这个就是三月份的资料 类似像这样的一个结果 那程式该如何修改 基本上呢我们只是说在资料贴上之前 先放一个什么呢 先放一个他现在的那个工作表的名称 所以我们程式撰写 我这边是把它再挪下一个 我撰写的方式就是说先在VBA里面 VBA里面一样的东西 原来是工作表整合的 我把这个程式码Ctrl-C一下 然后再Ctrl-V贴到下面 后面把它增加一个名称 比如说增加那个月份的名称 比如说我希望这边增加一个月份名称 所以一样的程式码我只要做修改 那修改哪里 特别注意哦 其实我只要在哪个地方做动作呢 就是在原来贴上有没有 贴上的时候 因为我贴上 切到第一季之后有没有 我贴上是把资料贴上 那有贴上之前呢 我要先给一个工作表名称的话 我其实只要增加这两行就可以了 有没有 这两行意思就是说 当我切换过来的时候 我现在这边先设一个中段点 我做一次给各位看一下 就是我 这个时候呢 前面都复制了 对不对 当我要贴上的时候 也执行的这一行是切到第一季嘛 贴上之前呢 先取得什么呢 取得那个 第一季的名 这个1月1月的名称的话 那我要怎么取得呢 特别注意哦 我们可以透过一个方法 就是说呢 透过设置i 设置i 因为i现在是从1开始 所以这个地方设置i现在是1 第一个 也就是第一个工作表名称叫什么 1月嘛 对不对 那1月的话呢 我要把它放在哪里呢 放在这里的话 以后哦 诶 你现在 那个工作表名称 要放在这个储存格的话 一样是什么 等于Excel就可以了 OK 这个部分可以学起来 以后的话 你要把什么名称 放在某个工作表的话 就可以用这样的方式 我们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1月有没有过来了 有吧 我执行MF8 向下一行 那这个时候就过来了 再来的话 我要让它怎么样 因为我现在贴上 贴上的话 它会把它盖掉 所以呢 我要怎么办 向下一列 向下一列 刚刚不是学过吗 有没有 就多增加一个向下一列 有没有 然后再贴上 诶 不就贴上了 再来一样 向下 然后再向下一列 再NAS 一样的方法 有没有